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小偷子则警察的故事 疯狂动物城 随着时间的进化 现如今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和谐相处 大家各自怀揣着自己的梦想 主人公兔小妹也不例外 从小都想当一名警察 原因就是想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可是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击 父母不支持就算了 小伙伴们也嘲笑他的无知 一只兔子当什么警察 在家种种胡萝卜就行了 可是兔小妹是不肯放弃的 就这样15年的时间过去了 如今长大的兔小妹成功考入警校 在残酷的训练中表现一直都很优异 尽管小伙伴们多半是对他冷嘲热讽 最终经过不懈的努力下 顺利毕业 成为了警校历史上第一位兔子警官 在出发前兔小妹的爸妈还耐心劝解他不要轻信别人 尤其是狐狸 顺便还给了他一个定呼气 就此兔小妹终于踏上了前往梦想的征途 可等他到了那里 才发现现实并不是这样 最近发生了多情哺乳动物失踪案 还都是食肉动物 市政厅对牛局长下令严查 本以为自己能够大显身手的兔小妹 却被派去当一名邪警 路上兔小妹偶遇了想要给大儿子买冰淇淋的狐狸先生富贵 可是因为狐狸天性狡诈 这个城市里的动物都对其有所偏见 于是便拒绝了富贵 于是热心肠的兔小妹出手相助 事后却发现富贵的目的并不是心疼儿子 而是想要通过这些大冰棒拆分成无数个小冰棒 再以高价卖给鼠小弟们 说白了就是个搞倒卖的 兔小妹这才发现 为什么动物们都讨厌狐狸 都是有原因的 而后找到富贵想要逮捕他 却被对方的油嘴滑舌打败 这一天在街上贴罚单的兔小妹 遇到了一个偷东西的黄鼠狼 一路追踪来到了鼠镇 索性最后成功抓捕桂案 可是牛局长并不满意 甚至责怪他善离职守 引发公状恐慌 兔小妹则诉说 自己不甘心当一名贴罚单的邪警 突然这边闯入了一个 心情急躁的水揽熊太太 兔小妹从她的口中得知 自己的丈夫最近失踪了 想都没想她决定接手 牛局长看在市长助理的面子下 给了兔小妹48小时的视线 要么抓捕凶手归案 要么辞职走人 经过一番调查 发现富贵曾经出现在水揽先生最后出现的场所中 事后 兔小妹用逃税的罪名威胁她 帮助自己调查 富贵带着她 找到了冥想家 赃扬扬 获得了水揽先生所驾驶车辆的车牌号 之后来到车管所 想要寻求慢慢慢性子 疏懒的帮助 后知道 其车辆属于冰原镇 可到了那里 富贵发现这辆车 其实隶属于当地黑老大 蜀小弟的 富贵还曾经跟蜀小弟 有过一段渊源 正当蜀小弟 想要让手下 做到他们的时候 其女儿认出来 兔小妹就是当时 在蜀镇救下自己的邪警 而后 蜀小弟告诉他们 水揽曾经突然发疯 兽性大发 袭击了别人 想要知道更多消息 就去寻找 司机小豹 没想到的是 小豹说着说着 开始兽性化 色情两人 最后幸运逃窜 可是牛局长 并不想听兔小妹 多说一句 表示规定的48小时 已经过去了 这时 站在一旁的富贵 看不下去了 直接把兔小妹 拽走 富贵向兔小妹 讲述了自己 从小就受到偏见的事情 以自打那时起 富贵觉得 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 自己不如 做一个狡猾的狐狸 而后 他们找到咪咪羊 发现了小豹 兽性大发的视频监控 从中得知 这和狼族有关 顺利赶到基地 发现了一群 全部兽性化的动物 其中 就包括小豹 和水兰先生 这是兔小妹发现了 大表哥 居然在这里 C级 用手机拍下了一切 C后 向警方 检举了这一切 并且 将大表哥 抓捕归案 如今发生的 食肉动物 兽性大发的事件 让人们 恐慌不已 兔小妹解释说 这很可能 和食肉动物体内的 本能DNA有关 可这 让凤桂想起了 她痛苦的童年 同样身为 食肉动物的她 不想受到这种偏见 但外界 此时对于 这件事的态度 十分健硬 那就是 抵抗 食肉动物 如今 咪咪羊 成了新的市长 还想邀请 兔小妹 当和平代言人 可是 兔小妹 对此 只有愧疚 她觉得 是她让那些 无辜的食肉动物 受到歧视 于是兔小妹 选择主动辞职 回到家乡 干起老本行 卖胡萝卜 偶然间了解到 一种 叫午夜嚎叫的话 有很强的毒性 会让动物发疯 就算是食草动物 所以这件事 其实和动物的 本性无关 之后兔小妹 找到富贵 用心劝说她 帮自己 还原事情真相 从黄鼠狼那里得知 平时会羊羊等动物 私下里 将这些午夜嚎叫 制成血清 然后偷偷注射 给那些无辜的市民 之后兔小妹 和富贵 找到窝点 并把他们带走 并把其中的一部分 带到咩咩羊的面前 没想到 咩咩羊才是幕后的大boss 她受够了一只 被食药动物压榨 说话间 咩咩羊 还给富贵来了一枪 瞬间 兽性大发的富贵 双眼通红 充满了杀意 可这一切 其实都是兔小妹的反间计 她早就偷偷用蓝莓 替换了注射枪中的血清 而刚才 咩咩羊所中的一切 都被兔小妹 露了下来 其中 就如实地描述了 她的野心 最终 咩咩羊 锒铛入狱 科学家 也研制出了解药 动物城 又恢复了 往日的生机 动物们 也依旧和谐相处 兔小妹和富贵 也成了默契的搭档 故事 就这样结束了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 不要忘记 关注转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